神秘的魔法石 我是阿宇 我好中意看阿哥写字 写得好美 有一日 阿哥出了街 所以阿宇就静悄悄的 拿阿哥之筆来写字 阿宇找到好多东西 什么都有 有间尺啦 纸啦 同钉书机啦 阿宇找到一个特别的石头 原来 这个石头 是有魔法的 突然 石头吸了支铁棒过来 啊 不知它吸不吸到其他东西呢 等我试下先 当它拿着魔法石头 走去钉书机那阵 钉书机突然走迈来 阿宇吓陷 当它拿魔法石头去吸猫仔 猫仔没理它 为什么吸不住 为什么吸不住 猫仔 当它试下吸着铁的间尺时 干尺 起床起床 鱼好开心 想再试其他东西 当它吸椰子那时 又不得了 鱼好想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突然叮一声 原来阿哥回了家 阿鱼怕到跳了起床 弄掉了些东西 阿鱼好不开心 阿哥最喜欢那支笔 跌了在床下 他要想方法 执翻起床 他想用间尺 拿支笔回来 谁知推得更远 叮 这次不是又有人回到家 而是阿鱼有办法 他用魔法石头 他用魔法石头 吸住间尺 再等魔法石头 吸住支笔 他用魔法石头 得了 终于得了 阿鱼要等阿哥 没注意那时 将东西放回好 阿哥一回到来 正是见到有个椰子 阿鱼还是好想知道 那个魔法石头是什么呢 你们知不知是什么呢 阿鱼要等待着 阿鱼能的 我在 你 得 dr 我 我